蝦胡椒體檢主要都是一個團隊 一個團隊去做 那這個團隊裡面會包含 你有一個人要負責去決定說 我們體檢的範圍是哪裡 大家都在這塊範圍裡面做 那個數據才會彼此契合 然後這是決定範圍 那最重要裡面內容的部分 就是要做魚類、補給水生物 跟底質的調查 因為蝦胡椒 我們第一個要看蝦胡椒的狀況 是要看蝦胡椒 就是蝦胡椒他的狀況到底死了、活了 還是他到底是蝦核 他到底是沙子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的環境 再來就是看他上面居住的成員是誰 這個能夠決定說 這塊地方他到底是不是健康的 那底下就要來介紹一下說 他做的一種